好 准备啊 大家好 我是塑料普通话的章鱼 前几天我关注的好多博主都在转发一个视频片段 就是一个国外老哥徒手把拯救者2pro掰断了 而且好像还很轻松 没怎么用力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 不可能 现在的手机机身结构强度怎么会这么低呢 但是国外这个老哥是专门做这个测试的 很多年了 我也经常看他的视频解压 但是我还是不太信联想的拯救者这么脆弱 所以我就一上头 自己买了一台联想拯救者2pro 咱们今天亲自掰个试试 手机是我昨天上午10点多买的 今天早上就收到了 从武汉的仓库发过来的 这速度真够快的 咱们现在就开箱 刚刚从快递柜里取出来 现在还热乎着呢 联想手机发货清单 联想拯救者2pro 8加128G 我买的是最低倍版的 我万万没想到联想拯救者2pro 它的低配版直接现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联想手机的包装 Lenovo L70081 哦 这就是手机了 就一个手机线吗 不应该是两个手机线吗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买的最低配版的 只有一根手机线 这三包平均好花 入门纸呢 3.5毫米转接头 保护壳 嘿嘿 只有意思保护壳 卡刃里面也有一个拯救者的logo 充电器 20V 2.25W 手机支持90W充电 送了我一个45W充电器 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哇 想的这手机是真的吼真的肿 联想拯救者2pro 正面为康宁第五代大猩猩 保护玻璃 中框为铝合金材质 背面为三段式设计 叫什么颠覆时代次世代中置架构2.0 听起来相当不错啊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掰 试一下 好 准备啊 我的力气不算大 因为我不健身 咱们开始掰 真的不需要用太多力 真的 内瓶也坏掉了 天呐 这个 这直接掰断了 那这边呢 试一下 真的变成次世代中置架构2.0了 就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屁股口袋里坐下去 坐在椅子上比较硬的话 有可能就会做成这个样子 嗯 出去 正好我的手上也有一台红砂 红砂 红砂 哎呦 红砂 红砂在这儿了 正好我的手上也有一台红膜和一台黑砂 咱们现在也把这两个手机掰一下 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么容易掰断 红膜6 嗯 嗯 这是正常的手机机身结构 黑砂 我去 我的力气还是不够 出个空去降身吧 没电关机了 这个呢 一切正常啊 这个 虽然说它的中框是铝合金的强度比较高 但是因为它有天线断点 所以说 断裂的地方就是从天线的这个地方断了 但是你不能紧凭它的机身强度不高 就否定了这台拯救者2pro 起码它的游戏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测试了 因为整个手机基本上已经报废掉了 没报废 说不定换个屏幕就能好了 下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拆开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看一下 我这样掰的话会损坏的哪些零部件 主板有没有损伤 不过不可否认的就是它这个机身的强度确实不过关 不过我这个也是属于给大家实验性的啊 毕竟没有人真的会像我一样用力去掰它 发生这种情况也只能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意外 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玩手机 然后不小心绊倒了 手里拿着手机 卡 折在地上了 才会折断 但是这种概率是极低的 而且现在我也不觉得能有多少人经常把手机放在屁股口袋里做 所以说 应该就不会 不过联想拯救者二刨的机身强度呢 是确实不如红杀的 红杀组合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手机呢 是我自非购买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哎 下期视频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小米MIX BOLD折列屏手机 好的 对 company 食品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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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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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